使用Timer和TimeTask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简单的任务调度 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 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东西 叫Quadge Quadge是秘札 实音实实音表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任务调度框架 这个框架由四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叫调度器 第二部分区隔 触发器触发条件 第三个具体的任务 Drop Detail 第四个Job 注意这个框架 已经集成到高级框架 Spring里面了 大家后期开发的过程中 或者到高级 一定会遇到它 好吧 重点关注这四个东西 在我们用这个 Chick和Job Detail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模式 叫做流模式 就是不断的点 点 这个模式实际上叫SDL模式 这个SDL模式 它叫做领域特定语言 或者领域专用语言 什么意思 就是用简单的代码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用简洁的代码 用简洁的代码 来表达特殊的含义 来快速解决特殊的问题 这个点点点 大家呢 原来肯定是用过的 比如说 是军标的里面 Append用过吧 Append看过圆满的同学就知道 它里面呢 返回的是谁啊 JS吧 是不是JS啊 有了这个JS 是不是就可以不断的点下去啊 那我们就不需要 接收这个对象的引用了 对吧 不用接受它 直接就点就行了 可以多次操作 当然这个流模式叫做 Messor的Chin Messor的Chin 方法链 方法链 这个呢 它内部有一个标的 这个DSL模式啊 还有另外的实现 比如说除了方法链以外 还有函数的签套 还有蓝霸的表达是 这个蓝霸的表达是 接触过了 它在JS里面 大比较的使用 以及这个流 好吧 这个流 后期呢 大家呢 看到这些东西 就能想到老陪讲过的 DSL模式 好吧 这里面呢 大家只需要关注方法链 注意 这个DSL呢 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呢 每个人对它理解不一样 因为它太毁涉了 概念呢 不好理解 大家呢 就可以简单理解为 用简单的代码 简洁的代码 解决我们特定的问题 好吧 待会呢 大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好 我们来看这个括子 这括子我们怎么获得呢 通过官网 至于这官网呢 肯定是个外网了 我们需要借助VPN 大家自己去买 或者呢 自己下免费的 VPN 有了它之后呢 大家可以download了 这里面先来 我给大家下载好了 下载好了 在这里 解压即可 然后解压的过程中 大家呢 可以看看这里面 你看有docs 有examples 有java doc 有library 对吧 有src 那一般来说 我们就看src和library 和docs 这里面我们就不带大家看 这个api了 好吧 不带大家看了 这个java docs 对吧 不带大家看了 我们重点是 关注怎么把它快速用起来 更细的东西 大家呢 自己下紧慢慢琢磨 好吧 来 新建一个 内部文件夹 丢进去 注意 大家呢 也不用看 哪个要 哪个不要 哪个要 哪个不要 丢进来即可 好吧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它加入到哪呀 加入到build path 构建路径中 才能找得到 是吧 之前我们用comments 也是这么来的吧 大家呢 一般遇到一个新的知识的时候 或者新的框架的时候 看它的api 看它的文档 或者呢 看它的使用手册 也可以呢 参考它写好的实例 比如说这里面就有对应的实例了 我们来看一看 有这个examples 看到没有 这个examples里面呢 有src 直接 找 来 万事开头栏 找第一个 一般我们学会了一个 后面的大同小异 把这个包呢 考过来 来 这样呢 我们这个例子呢 就已经起来了 是吧 close all 跑一下 先不用管 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是吧 simple example 运行一下 来 它这里面报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呢 是我们这块用了一个日志 这个日志呢 我们需要配个文件 注意这个了解一下 后期呢 我们会讲这个东西叫log4j 这个日志的文件在哪呢 这一块有一个 在 这里 来 有个log4j点 插mail 有个这个格式 直接丢到src下就可以了 再来运行一下 来 可以了吧 注意它没有停 对吧 但是它已经执行好了 好吧 已经执行好了 然后它这一块呢 五十六十五秒后 要做什么事情 是吧 来 它这个已经在执行了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关掉 现在呢 我们重点是看 这里 hellojob hellojob 看这个hellojob 做了什么事情 好 这块的这个日志啊 大家呢 实际上是可以删掉的 好吧 看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了 来 改代码 来看看 删掉 来删掉 改代码 好 implement job 那这个就是任务了 具体的任务 是吧 之前我们是 timer task extense的 对吧 抽象类 这是一个job 然后这块 我们可以system.out log4 键呢 我们不说它 这就是打印hellojob 后面呢 来个时间 是吧 看得更清楚 我们加一句话 start 和end 可以吧 好 这块我们拿掉 就这三句话 是吧 这是我们的任务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它这里怎么执行呢 好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simple example 这里呢 我们改一下名字 方便你们后期学习 好吧 q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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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第一点 来看一看 这么多英文是吧 这是一个版权控制了 只有分享的 这块呢 我们拿掉 括子 学习 入门 这个日子不要 好吧 这个日子不要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那么这个调度器呢 是来自于调度器工厂 因此 创建 schedule工厂 这是第一个 创建 schedule的工厂 注意了 大家不需要去摆个吧 不需要去谷歌呀 找案例 它这里面都自带了 好吧 一般来说都自带了 第二个 从工厂中 获取调度器 好 这样呢 初始化完毕 system out 这个东西 打不打 无所谓吧 把它删掉吧 不管它 这是时间 看这个名称 even minute 是不是下一分钟 好 这个我们不要它 然后这里面 job detail 就是我们的第三点了 第三点 这个job detail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 任务了 对吧 创建 job detail 好 我们将这个时间的摩下来 由这个时间呢 它是为触发器准备的 稍微调整一下 无所谓 放前面也行 好吧 只是方便我们自己去看了 来 接下来 第四个 好了 取个 触发器 或叫触发条件 这里的触发器怎么创建呢 取个等于 new trigger来点点点点 这我们说的流模式 它里面的反过的就是 好吧 这里面名字呢 不用改了 就是给它一个唯一标识 对吧 给它一个唯一标识 start 从哪里开始啊 从下一分钟开始 是吧 下一分钟 这里面可以指定时间 像这里面呢 除了这个even minute呢 还有even second 它这是一个静态方法 我们来看看 这里你看 点一下 点 even 看这里 有even second after now 看到吧 也可以用它 好吧 你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我们用多了 就会了 好吧 有经验了 大家呢 可以看 这里面有很多例子 有好多例子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看 琢磨一下 基本上呢 大同小一 这里面你看 都有好多例子 src里面 来 src里 有好多例子 你可以把它打开 好吧 比如说这个job 不用看了 只要看这里 是吧 打开这些例子 这例子都有 好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不传参数了 那这里就是下一秒了 我们不等一分钟了 等秒就好了 来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注册任务和我们的触发器了 触发条件了 什么时候触发 是吧 什么时候触发 来 接下来我们就启动 start 然后开始调用了 对吧 删掉 删掉 那这里开始调度了 一看到start 我们就知道 肯定是多线程 是吧 不用管了 这里 来 比如这里面说 65秒之后 干嘛呀 来 shutdown 停下来 那停不停 就是你来决定的了 我们要看得懂这个方法 比如说 5秒后 我把它停下来 5秒停止 看到没有 5秒后停止 好吧 来 看看我们这里的任务 看看这个改了 运行 来 他们跑一跑 来 Hello world 是吧 来 再来 跑一次 一秒后 执行 是吧 来 启动 是不是就执行了 那这些东西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内里面的日志 好吧 这个我们不管它 这里面呢 会自动打印日志 这个我们不管好吧 这个我们不管 我们重点是关注哪里 关注这里 好吧 重点是关注这里 后期这个日志呢 也可以换成log4j.properties 大家可以往上去搜一搜 很多 随便改一改 这里面我们不讲它 重点是关注这个 它执行了没有 执行了 其他的呢 是一个日志 日志呢 一般是给管理人员看的 看看你这个程序啊 对不对 是吧 编译我们后期发现错误 或者调优的 好吧 好 那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你看我们是在下一秒调度了这个任务 Hello 就好复杂 是吧 那肯定这个功能很强大 懂了吧 现在呢 我们先认识一下它 知道有个这个东西 越复杂的东西 我们用起来后期呢 是越顺手越强大 懂了吧 来创建 获取雕豆器 创建 然后呢 触发条件 接下来就开始注册任务和触发了 启动 最后呢 你可以停下来 注意 这里面我们刚刚说的有个DSL 对吧 DSL 好吧 DSL模式 流模式 可以不断的点下去 像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再往下看一看 比如说 我想间隔执行 这里是执行的一次吧 我想执行多次怎么执行呢 这里面都有 比如这个 你看咱们都有 放到这里吧 区画 改一下 好吧 把这个注释掉 大家看一看 new区画 with identity 就是唯一标识 区画3 这里面改成区画1了 start at 好 那这开始时间 我们可以用它吧 一秒后开始 是吧 然后呢 with schedule 这里面有一个simple schedule 这个simple schedule 就是一个调度器 我们来看看这个simple schedule 是怎么来的 看看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是怎么得到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simple schedule 往上找 这是一个方法 对吧 跟我们这些都是一样的吧 显然是一个什么 静态方法的导路 看看 你看是不是 import static 就它了 这些东西呢 直接丢到上面 静态导路 有了吧 好 再往下看 with interval interval是什么意思 间隔吧 in seconds 10秒 比如说我们5秒吧 好吧 with repeat count 我们重复多少次 比如说重复三次吧 好吧 build 来运行 重复三次 一次 这么快吗 一次 再来运行 一次 5秒它就停了 是吧 我们至少呢 来改一个500秒吧 因为还没看到 它就已经停了 来走 一次 等5秒 两次 是吧 再等5秒 三次吧 没错吧 这里面已经实现了 我们要的效果 看到没有 最后呢 500毫秒 它会停下来了 大家把它改改 改成 100吧 自己下去改 好吧 注意 这里面呢 我们快速的认识一下 阔子 这个阔子呢 用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自己去写 直接考我们的 examples 好吧 其他的例子呢 大家下去看 这里面时间的关系呢 就不大家研究了 我在这里面 只是给大家呢 开个头 大家一定要出来旁通 好好的琢磨一下 后期呢 在我们的高级框架里面呢 Spring里面 一定会见到阔子 你不相信的话 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 好 大家呢 把它研究一下 好好的 好好的